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熟睡的美人 这幅画描绘的对象是玛丽泰雷斯 这是一幅那人寻味的立体主义绘画 创作于1932年 现在是摩纳哥纳麦德家族的收藏 那会临时有幸在巴黎国立毕加索博物馆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他 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做毕加索1932年 展览从2017年10月10日 持续到2018年2月11日 我们可以看到画中女人的各个局部都被平面分解 被几何化并规范成各种形状 这不禁让人思考这些作品与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 下一集我们会去巴黎奥塞博物馆参观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统筑 Finance 请不吝点赞